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焦急地朝林言吼道 林言 趁现在火还不大 赶紧灭火 你不要因为感情纠葛 连命都不要了 林言却笑出声 心红了眼朝我说 你信不信 于晨他会义无反顾地救我 毕竟他当消防员也是为了我 我看着林言得意的笑容 安抚他 我信 你别冲动 赶快把灭火气给我 林言手里紧紧攥着灭火气 却不愿意松手 静静地看着火烧起来 他像是在欣赏自己的杰作 脸上的神情变得异常病态 我意识到他的精神出问题了 连忙说道 林言 我们死在这里对谁都不好 为什么要两败俱伤 林言越发魔症 我就是要让火越烧越大 也让你看看于晨他爱的是我 不是你 我当然知道 白于晨他不爱我 从林言出现的那一刻 我就知道了 我和白于晨是家族联姻 我喜欢了他三年 所以知道联姻对象是他的时候 没有任何反对 甚至是满心欢喜 婚后 白于晨和我相处的还算融洽 因为他职业特殊 所以我专门去寺庙里 给他求了保平安的吊坠 而我知道林言的时候 是他来别墅里找白于晨的那一次 他用友好的眼神看我 问我 于晨呢 你就是于晨的联姻对象 他告诉我他是白于晨的朋友 我相信了 我礼貌招待他 当他是客人 做饭时 林言主动提出帮我 哪有让客人动手的道理 你做着玩会儿 那时我没有捕捉到他眼里一闪而过的厌恶 架不住他的热情 我同意了他进厨房 可白于晨回家的时候 林言却突然切菜切到了手 他大叫一声 白于晨立刻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到了他身边 白于晨紧张地盯着林言 又看向我 林言的手是要拿手术刀的 你怎么能让他切菜 这种粗活他根本做不了 你到底怎么想的呀 他的语气里满是责备 说完心疼地握着林言的手就要去包扎 我被白于晨吼猛了 这不能怪我呀 况且我的手是拿划笔的 我也是养尊处优的大小姐 我爸妈捧在手心的宝贝 我在做家务的时候 白于晨从未说过什么 我可以切菜 林言他怎么就不可以了 我委屈地看向白于晨 他小心翼翼地替林言处理 满眼心疼 时不时轻轻吹着伤口 他这样子 是我从未见过的细心和温柔 而那时 林言就开始用看手下败将的眼神看我了 那时候 我知道了 他们不是简单的普通朋友 我回过神来 看着林言说 对 白于晨爱的是你 不是我 你都得到答案了 为什么还要试探 你快灭火呀 林言却大笑了几声吼道 不 不够 还不够 我要他完全属于我 凭什么 你能成为白太太 这个位置 原本就是属于我的 我要他的全部 我不要当一个没名没分的小三 林言说 如果不是白于晨的父母不同意 他们两人早就结婚了 哪里还轮得到我 他始终认为 是我抢走了白于晨 是我毁了他们的爱情 我无心听他和白于晨的爱情故事 我的眼里全是灼烧的火焰 或是已经蔓延到了客厅 就算现在林言把灭火器给我也没用了 我从没想过 我会以这种方式死去 鼻尖突然就酸了 我绝望地朝林言吼道 你现在高兴了 我们都走不了了 林言却肆虐地朝我笑道 你别急呀 说着 他就拿起手机 拨打了一串号码 电话一打通 他就按了免提 于晨 你快来救我 我好害怕 我和宋宇嘉 被困在了你家里 你家里着火了 白于晨立马急了 你说什么 我马上就来 你别害怕 快把被子打湿 躲进厕所里 林言带着哭腔说 好 于晨我等你 打完电话后 林言又挑衅地看着我 要不你现在猜一猜 于晨他会救谁 我没有心情 和他玩这种无聊的游戏 消防员的救援 应该是留给 真正有需要的人的 而林言就为了向我证明 白于晨爱他不爱我 故意放火 我不懂他读那么多书 读哪儿去了 火势越来越凶猛 眼看着就要烧到脚边了 我连忙把被子打湿裹在身上 又拿起毛巾 捂紧自己的口鼻 狼狈地等待着救援 而林言则是听了白于晨的话 躲进了厕所里 火势很大 我一个不注意就呛了好多浓烟 我的脑海里闪过了好多画面 有和白于晨的 有和爸爸妈妈的 有和朋友们的 大多数都是好的回忆 我是真的不想死 我突然就哭了 如果 如果白于晨可以马上出现救我出去 那我就原谅他 死里逃生后 我可以不去计较他和林言的这些事 跟他好好过日子 我开始祈祷 白于晨快点出现 在我意识逐渐模糊 以为自己快死了的时候 白于晨冲进了火场 这还是我第一次 看见他穿消防服 果然和我想象中一样好看 我不自觉地笑了 白于晨 你终于来了 救我 他好像听不见我在说话 只是瞥了我一眼 紧接着环顾四周 然后焦急地冲向厕所 泪水立马就模糊了我的视线 心被撕成了碎片 手脚冰凉 不受控制的喃喃道 白于晨 白于晨 终于在尝到苦涩的眼泪后 脑子突然清醒了 是啊 白于晨最爱的林言不在这里 作为白于晨 他一定是义无反顾奔向林言的 我不能死 我不能就这样死了 我努力让自己保持清醒 白于晨知道家里着火了 他来了 消防员一定来了 很快 我就见白于晨抱着林言出来了 白于晨回头看了我一眼 对我说了什么 我不知道说的什么 只知道他嘴巴一张一臂 便抛下我抱着林言出去了 醒醒 醒醒 睁开眼 是白于晨的同事 姜儿 他朝我伸出了手 见我没反应 把我公主抱了起来 劫后余生 我因为得救 激动地哭了 他将我放下 看了看不远处的白于晨 尴尬地说 别哭了 我抱了抱他 发自内心地握着他的手 感谢你 同志 回头我一定向你们 搭位送锦旗 姜儿抽出手 说 应该的 此时我才将注意力 转移到白于晨和林言身上 林言哭个不停 白于晨抱着他安慰 全然不顾我这个正牌妻子 两人俨然一对 刚刚经历了生离死别的情侣 我释怀地笑了 既然林言这么想要白太太这个位置 那就给他吧 我不想当白太太了 不但每天做着家务 还要看着自己老公和别的女人 暧昧不清 这样的生活与我而言 有什么可留恋的呢 等他俩腻歪完 我走过去对白于晨说 离了吧 明天八点民政局见 白于晨听后 惊讶地看着我离婚 为什么 随后他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 插着腰说道 就因为我救了他 没救你 我不是跟你说了姜耳来了吗 都这种时候了 你还要计较谁救的你吗 谁就不是救 你闹什么脾气呢 我此刻的头发很凌乱 衣服也脏兮兮的 看起来很是狼狈 但我却没有了以前那样在意形象 我只是无所谓地说道 白于晨 承认你不爱我很难吗 本来就是商业联姻 离了婚 你就去娶林妍不好吗 白于晨却一副 我就知道的表情 说道 又是林妍 宋宇家你什么时候 变成了这种争风吃醋的女人 我承认我是和她曾经有一段感情 但那都是过去式了 你不要把我们的纯友谊 揣夺得这么龌龊好吗 我失笑地看着她 听着她的语气 我第一次怀疑自己是不是喜欢错人了 没有担当 连自己喜欢林妍都不敢承认 还要打着纯友谊的旗号 做着暧昧的事情 我淡淡地说道 对 是在你的妻子面前 也毫不犹豫选择她的纯友谊 是当着你妻子面紧紧相拥的纯友谊 你的纯友谊 真可伟大 白于晨用奚落的语气说道 作为一名消防员 我不能因为你是我妻子 就给你特殊优待吧 我听着她双标的言语 忍不住止住这个话题 好了 停 我只是来跟你说离婚的事情 不想再跟你扯这件事了 白于晨总有自己的理由 从不会承认她的私心 哪怕之前被我发现 手机的锁评密码是林妍的生日 她也有自己的借口和理由 我只是一时用习惯了 改不过来 只是一串数字而已 你别太在意了 她最擅长的就是嘴硬了 她此时冷冷地看着我说 给我个理由 我望着她的眼睛说 离婚能有什么理由 不过就是不爱了 我的声音很轻 却记起了白于晨的愤怒 她眼神带着警告地说道 你再说一遍 我又重复地说了一遍 我不爱你了 白于晨听到后 用轻蔑的眼神看着我说 不爱了 某些人结婚以后 亲口跟我说 喜欢了我好几年 现在就说不爱了 你的爱可真廉价 也真随便 说到廉价的时候 白于晨加重了语气 我原以为 我已经调整得够好了 可听到自己几年的喜欢 被贬低成廉价的爱时 我还是忍不住胸口疼 但我也不甘落后地 看着她回到 对 但就是这样廉价的爱 我也不想给了 我收回 我们的言语 谁也不让着谁 句句都往对方心窝子扎 白于晨也知道 说什么最能刺痛我 几番言语过后 我们都沉默了 或许是没想到 我们竟然也会有 这么针锋相对的时候 宛如仇人一样 沉默过后 我率先离开了 白于晨忽地拉住了我的手 克制又理智地说道 别走好吗 说完以后 还没等我回答 林妍就看见了这一幕 她假装脚崴了 朝白于晨说道 哎呀 好痛 于晨 我好像脚崴了 白于晨看向林妍 瞬间走了神 手上的劲也松了 我趁这个时候挣脱了她 我看着白于晨愣神 又在挣扎之后 走向林妍的背影 不由地感到心酸 都要离婚了 白于晨也还是选择了她 我势然地笑了笑 我要承认白于晨 她并不爱我的事实 我走向姜儿的方向 充满感激地跟她说 今天谢谢你 我们留个联系方式吧 你多久有空 我请你吃个饭 姜儿是白于晨 他们消防队的队长 她和我提起过 年轻有为 爷爷奶奶都曾是军官 爸爸妈妈也是军人 是正儿八经的军旅家庭 姜儿上下打量了我 挑了挑眉说道 你请我吃饭 白于晨不会介意吗 我愕然地看着她 我没想到姜儿会八卦这些 笑着说道 明天就离婚了 况且只是吃个饭 感谢你的救命之恩 姜儿听到后 恍然大悟似地摸了摸下巴说 是该离了 我要有这样没分寸感的老公 我也离 说完 她拿出手机 扫了我给的二维码 我心里觉得讽刺 原来身边的人都能看清吗 就只有白于晨还在嘴硬 她说道 那我什么时候 有空 我就联系你 不过还是我请你吧 我吃饭没有让女孩子买单的道理 我点了点头 转身最后 看了眼这个别墅 这里面装载了很多 我和白于晨美好的回忆 现在全部化为灰烬了 尽管外壳一切完好 但里面已经被烧得不成样子了 没想到最后 连个念想都没留下 我叹了口气 去了停车场 开车回了我爸妈以前 给我买的大平层里 我打算离了婚以后 就长居在那了 家里的东西一切都很齐全 我爸妈会时不时地 请家政来打扫这里 我丢了车钥匙 回想着今天在火场发生的一切 想着想着 我的眼泪顺着眼眶滑落了下来 面对这样的事情 我还是感到后怕 毕竟差一点就没命了 拿命来博弈感情 很抱歉 我做不到 又整理一下思绪以后 我捡起了家里的画笔 只有在画画的时候 我的心才可以真正地静下来 我可以把自己的感受 尽情地宣泄在画作中 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很解压的过程 画完以后 我决定后天把它拿去裱起来 我看着画室里 我画得想象中 白鱼尘穿消防服的样子 画中少年走在前面 后面是凶猛的火势 看起来是那样有安全感 我讽刺地看了一眼 今天一见 和画里的区别不大 却又区别很大 我将这幅画眼 不见心不凡地丢进了垃圾桶里 又把之前关于白鱼尘的日记 全部撕了下来 有些东西 没有留存的价值 就只有待在垃圾桶里 我打开灵时 坐在沙发上追起了锯 没一会 白鱼尘就打来了电话 你考虑好了吗 白鱼尘一开口就是这句话 我一边吃着零食一边说 嗯 他沉默了半嗓又说道 可以不离吗 我略带惊讶地听着他说的话 他那么喜欢林言 为什么还要抓着我不放 难道是因为 我是个合格的结婚对象 不管什么原因 我都不会相信他是因为爱我 他又继续说道 和你结婚的这段时间 我感受到了你的付出 我对你也是有感情的 甚至可以说是爱 我一听到他说爱这个字 就感到想吐 直犯恶心 爱这么伟大的词 被他用上就如同被玷污了 我连忙说道 别别别 你的爱我承受不起 你拿去给林言吧 我看他很需要 毕竟为了得到白鱼臣的爱 林言可是偏执地 一把火烧了我和白鱼臣的房子 白鱼臣听到林言的名字 忍不住地朝我吼道 林言林言 又是林言 我们之间除了他就不能谈点别的吗 我承认火灾的时候 我是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 但那也是情况紧急 我是想好好跟你过日子的 你在提离婚 我就真的要当真了 白鱼臣又呼吸急促地说道 我立马回应道 我就怕你不当真 还是我跟你说的老时间 别迟到了 我说完以后 白鱼臣气急败坏地挂了电话 他以为我在跟他闹脾气 却不知道一个女人 只有在爱你的时候 才会愿意跟你闹脾气 不爱谁 又会愿意浪费这个时间 第二天早上 我如约而至地到达了民政局门口 为了离婚 我甚至给自己设了闹钟 生害怕自己错过了时间 等了几分钟 白鱼臣也来了 他脸上带着皮态 眼底是藏不住的黑眼圈 他和我沉默着 一起走进了民政局 期间盖政的工作人员问我们 你们考虑好了吗 白鱼臣看了我一眼 我毫不犹豫地说道 考虑好了 等出了民政局 我一脸轻松 就像是卸掉了什么很重的包袱 我犹如刚刚出狱一般 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 我第一次感觉天这么蓝 这么好看 这个世界也是那么美好 我早就该放弃白鱼臣的 毕竟世界上帅哥那么多 也不缺他一个 白鱼臣艰难地开口问我 你怎么走 要我送你吗 我光速摇了摇头 不了 我开了车 说完 我开着车扬长而去了 只留下了汽车的尾气 我做事情就是这样 从不拖泥带水 也从来不吃回头草 因为如果不是攒够了失望和伤心 我不会轻易地离开 在车上 我发了条重获新生的朋友圈 没一会儿就有朋友纷纷猜测 我是不是离婚了 回到家后 我一边换鞋 一边看着评论区 你终于摆脱他了 替你感到高兴 这是你做过最正确的决定 我早就看他不爽了 接着 我又看到了一条意想不到的评论 是姜儿 他给我的朋友圈点了赞 并且简短的评论 恭喜你啊 我之前看着姜儿一条都没有的朋友圈 还以为他这个人不看朋友圈 是个老干部 没想到他也会给别人点赞评论 我摇了摇头 换好鞋后 我接到了闺蜜的电话 他一开口就说道 你小子 闷声干大事啊 这么重要的事情都不提前跟我说一声 我失笑着说道 事处突然 不是故意不跟你说的 他接着又和我寒暄了几句 说道 白鱼尘根本配不上我 还有个绿茶前女友 这是我听过最多的评价了 原来感情只有当局者迷 挂断以后 我发现 林妍也发了朋友圈 隔着屏幕我都能感受到她的喜悦 她的文案是 庆祝于晨恢复单身 不管多久 你的身边一直都有我陪着 配图是白于晨和她在火场外面的合照 我看着她发的照片 没有丝毫的波澜 只是看着她肉麻的话语 不禁摸了摸刚起的鸡皮疙瘩 我可不能删除她 毕竟她留在我的朋友圈 也算是电子宠物了 我又去了市场 买了我喜欢吃的菜 打算好好犒劳犒劳自己 期间我接到了爸妈的电话 他们话里话外 都是让我收收心 去继承他们的公司 我却丝毫没有兴趣地挂断了电话 我不想过被束缚的人生 不知不觉 一天就过去了 我躺在床上思考着 开绘画工作室的事情 想着想着 我就睡着了 第二天一大早 姜儿给我发来了信息 她说道 今天有空 你家地址是多少 我来接你 我看了眼手机 迷迷糊糊地 就把定位发了过去 接着我又倒头睡了起来 昨天早上八点就起床了 导致我今天的懒觉 还没有睡够 等姜儿打电话 说到楼下了的时候 我才慌忙套了件 休闲装穿了板鞋 带着我的话就出门了 姜儿看到我这个样子 笑着对我说 我听说 女生只有对自己 熟悉的人才会不化妆 你已经拿我当自己人了吗 姜儿调笑的声音 让我感到尴尬 因为我只是睡过头了 所以忘记化妆了 于是只有着急忙慌的纯素颜 出门了 本来是打算画个精致的全装的 我对她笑了笑说道 好了 快走吧 快走吧 我把画作放在了后备箱里 又对着姜儿说 等会你先把我放到餐厅旁边的画廊里 我要去表画 姜儿看着车 目视着前方惊讶地说道 你还会画画呢 你还真是多才多艺啊 我解释说道 我以前是美术专业的 怎么 我看着不像是会画画的人吗 姜儿扑齿一笑说道 不是 只是我那几个画画的朋友 都比较抽象 我看你倒是挺正常的 我被她的这句话逗笑了 轻笑着说 其实我也很抽象 我这句话说得不假 我以前经常以为画画的一个灵感 专门去另一个陌生的城市写生 甚至因为自己的梦境 去了国外的街头 看埃菲尔铁塔 并且都是一个人说走就走的旅行 但每次回来后 我都会突破自己的瓶颈期 等我把画表好以后 在餐桌上 姜儿饶有兴趣地问我 哎 你以后想干什么呀 我沉思了一会回答道 我要开个绘画工作室 但是还找不到场地 谁知道 姜儿听到后 拍了拍桌子说道 这个我有人卖呀 我有个朋友正好在卖快递 明天我又请假 带你去看看怎么样 我本来就发愁找不到场地 听到姜儿这样说我也没有拒绝 因为她也是真心实意地在帮我 但这一瞬间 我感觉欠姜儿的越来越多 在吃饭途中 姜儿又突然问我 哎 我想到女生出门不化妆 还有另一层意思 那就是对出门的男生 完全不感兴趣 她停顿了会儿 又真挚地问我 真的吗 我看着她湿漉漉的眼神 不免觉得好笑 她怎么都过去这么久了 都还在想这件事啊 我向她坦白道 你别瞎猜了 其实我是因为睡过头来不及了 她松了口气 又对着我说道 但我希望我是第一种 其实我觉得你素颜也好好看 完全不需要化妆 化妆那都只是点缀 我没有想到姜儿的嘴会这么甜 我还以为她是高龄之花 高不可攀 结果她竟然这么反差 和她冷冷的外表 完全是两模两样 一顿饭下来 我们聊得轻松又愉快 就好像认识很久的知友一般 吃完饭 我们刚准备离开就看见了 刚准备进来 吃饭的白鱼尘 她的身后跟着林妍 她看到我们两个在一起以后 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她朝我大声吼道 我就说你怎么说变心就变心了 原来是找到新欢了 等她仔细看清以后 才发现跟在我旁边的是姜儿 她气得倒吸了一口气 她指着我又指着姜儿 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 姜儿 难怪你毫不犹豫地冲进去救她 原来你们是老乡好了 我拿你当队长 你竟然翘我墙脚 说着白鱼尘就要给姜儿一拳 我连忙吼着制止了她 够了 我们都离婚了 你能不能别这么幼稚 况且你身后还跟着林妍 你又有什么资格 对我们指指点点 白鱼尘听到后 手里的动作停下了 她说道 我和林妍是很好的朋友 跟你们不一样 林妍听到后 受伤地看着白鱼尘 白鱼尘 谁是你朋友了 我才不要只做你朋友 林妍按捺不住就自爆了 是啊 之前白鱼尘结婚了 她还能忍一忍 说只是朋友 但白鱼尘现在都离婚了 她当然忍不下去了 白鱼尘尴尬地看了林妍一眼 说道 现在你就别添乱了 我好笑地看着白鱼尘翻车的一幕 抱着肩膀说道 就允许你有朋友 我和姜尔就不能是朋友了 白鱼尘还想继续说什么时 林妍气得跑出了餐厅 白鱼尘只好警告地看了我们一眼 就出去追林妍了 我看着白鱼尘的样子不免觉得好笑 只是吃了个饭就被她安上了无端的罪名 那她之前和林妍的亲密举动又算什么 原来她也知道 她和林妍早就超出了普通朋友的范畴啊 姜尔担心地看了我一眼问道 你没事吧 我示意她没事 又对她投意抱歉的眼神 对不起啊 让你被误会了 姜尔摸了摸鼻子笑着说 没事 我不介意 第二天 我又和姜尔去看了场地 我满意地点了点头 那这块地方做工作室是最合适的了 这是一片艺术园区 很有艺术氛围 还有很多花草 我当即就和姜尔的朋友签了合同 整租了三年 接着我就开始了筹备工作室 准备招人的事情 姜尔时不时地来看我 给我介绍人 帮我介绍画师 我和她也越来越熟络了 我发现她是一个很热心肠的人 尽管别人没有开口 但只要她能帮上忙的她 都会主动地提出来 等筹备得差不多的时候 工作室门口 站着一个背影 我还以为是姜尔 结果她一转过头 我发现竟是白鱼尘 我和她自从上次遇见 就再也没见过面 她给我发了好几条消息 但我都选择了忽视 她今天不出现 我都快忘记 还有她的存在了 她看到我出来以后 连忙上前说道 雨佳 你开工作室了 怎么不给我说一声 我认识很多这方面的朋友 她的声音急切 没有了之前的剑拔弩张 我看着她冷冷地说道 白鱼尘 我们很熟吗 都离婚了 还是老死不相往来比较好吧 白鱼尘听到离婚这个字眼以后 皱了皱眉头 她说道 雨佳 好歹我们也夫妻了几年 你别对我这么残忍 她又看着我问道 我想求你复婚 我还有这个机会吗 我看着她 不知道她又受了什么刺激 难道是因为 上次撞见我跟姜儿吃饭吗 出于男人的胜负欲 所以现在又跑来 找我复婚 我冷笑一声说道 就算全世界的男人都死光了 我都不会再考虑你了 白鱼尘听到我说得这么夸张 一下子慌了神 她看着我说 如果当时火场上 我救的是你 我们还会离婚吗 她的眼神看起来很想知道答案 我只有说道 会 我说得毫不犹豫 我又补充道 当然会 从你把我跪地上 为你求了一个小时的平安吊坠 随意送给她时 从你每年都忘记我的生日时 从你每一个冷漠忽视的眼神里 从你打着朋友的旗号 不断在我面前和你前女友暧昧时 就注定了我们会离婚 你让我失望的事情有很多 远远不止火场上那一件 我甚至后悔离得太晚了 不然我也不会发现 世界上的正常男人有很多 我恰巧遇见了不正常的那个 还把他当成宝 白于晨听到后 失魂落魄地哽咽着对我说 对不起 对不起 雨家 可是我真的很想补救 我知道我以前做得不够好 没有当好一个丈夫 我听着他迟来的忏悔 没有预想的感动 反而觉得讽刺 他又祈求地看了我一眼 我已经和林妍撇清关系了 我告诉他我和他没有可能了 我爱的一直都是你 直到上次 我看见你和姜儿走得那么近 我发现我无法接受 失去你的可能性 我也不想看到 你有一天真的属于别的男人 说着说着 他甚至流下了一滴泪水 我却没有心疼 原来他会保持距离 原来他会明确拒绝呀 可为什么之前还没有离婚的时候 他却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是当时的我不配吗 这一切 来得也太晚了吧 如果一开始就保持距离 可能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吧 所以这一切 分明是他亲手造就的 可现在他却心红灼眼 满眼后悔地看着我 说来也好笑 我第一次见到他哭 竟然是他求复婚的时候 我平静地对他说 道歉我接受了 复婚就算了吧 我也该彻底放下 不仅放下爱 也要放下恨 只要什么都放下 我和他就不会有任何牵连 白于晨看到我坚定地没有余地的样子 最后哽咽着对我说 对不起 我以后不会再来打扰你了 说完他朝我鞠了个180度的躬 然后就大步上了车 没有再回头 我看着他的背影陷入了沉思 白于晨无疑是骄傲的 他有一个好的出身 有一个好的相貌 还有一个万人敬佩的职业 所以他从来都不会低头 他也不允许自己低头 所以他今天的低头 才会显得这么弥足珍贵 我以前也很期待他向我低头 但现在不了 自从那天走后 我和白于晨就再也没有任何联系 大概率以后也不会有联系了 上次已经是他最大的退步了 这几个月 姜尔三天两头地往我这里跑 我就算在迟钝 也知道他的意思了 这天 姜尔神秘兮兮地带我去了一个餐厅 里面一个人也没有 甚至服务员都没有 还有一地的玫瑰花瓣 和曾经我给姜尔讲过的钢琴曲 那是我最喜欢的一首 姜尔把我带到爱心蜡烛旁边 倒吸了一口凉气 单膝跪地 紧张地说道 宇佳 对不起骗了你 我今天其实不是来带你吃饭的 我是想要表白 其实白于晨说的没错 我一开始冲进去救你确实有私心 我从你和他结婚前 就知道你了 可是一直没机会和你接触 所以当我听到你被困火场的时候 立刻就想冲进去救你 本来我有所顾虑 但白于晨竟然说他要救林妍 这正好给了我机会 我很谢谢他的成全 我知道你之所以喜欢上白于晨 是因为他的演讲 加上他的职业 但其实这个演讲本该是我去的 我却拒绝了 我每时每刻都在后悔 当时怎么拒绝了那个演讲 但我也是消防员 我比他更喜欢你 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他说完以后就紧张地看着我 生害怕我不同意他的表白 这些天 他一直陪在我身边 也没有几天就轻浮地表白 而是过了几个月才表白 经过这几个月 我发现他是个很有爱心 和责任心的人 我早就对他也心生了好感 我正想开口时 发现姜儿紧张地连手都在抖 我忍不住轻笑了一声 姜儿却流下了眼泪 以为我要拒绝他 我连忙说道 我愿意 我也喜欢你 他听到后立马止住了眼泪 惊讶地问我 真的吗 我点了点头以后 他高兴地把我原地抱了起来 转了好几圈 都把我转得头晕目眩了 我连忙让他停下 他向我保证道 我姜儿 一定会对宋宇嘉好 不会辜负宋宇嘉 我笑着连连点头 我感动地看着他 那场火灾 让我失去了一段 本该割舍的婚姻 又让我得到了真诚的爱情 果然有失必有得 这句话是真的 不过我也没有想到 姜儿竟然会是蓄谋已久 又过了几个月 我们感情稳定以后 姜儿向我求婚了 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并和他光速地开始筹备婚礼 而再也没有联系的白于晨 竟然会主动给我发了一条消息 他说道 恭喜你 你那么好 本就该幸福 我看到消息后 释怀地笑了笑 礼貌地回应道 谢谢 从那天后 白于晨彻底地消失在了人海 他知道我和姜儿在一起以后 就调离了岗位 去了外地 不过让我意外的是 白于晨和林妍 真的没有在一起 办完婚礼以后 我和姜儿在亲朋好友的见证下 在阳光的照射下 刻下了深深的一吻 我幸福地流下了眼泪 白于晨说得对 我本就该幸福 故事二 被查出怀孕那天 顾文修的小青梅出了意外 我被顾修文 强行按在手术台上 陶西 孩子没了还可以再生 可冉冉没有你的血会死的 我答应你 等你醒来 我一定会给你举行一场盛大的婚礼 等我再睁眼 婚礼还有顾文修 我都不要了 手术全麻 我感觉不到一丁点的痛苦 在睁眼 我已经躺在了病床上 手下意识地摸了一下小腹 原本微微隆起的地方 已经扁了下去 我撑着身体坐了起来 拿出手机 点开了律师的微信 张律师 你好 请尽快帮我起草一份离婚协议 我的具体要求如下 我把关于我的所有诉求 发给律师后 门被推开了 是顾文修 她手里还提着一个保温盒 西西 你醒了 见我醒来 她快速走了过来 她连忙放下手中的东西 你刚做完手术 医生说 需要静卧 快躺下 她强制要求我躺下 一边手忙脚乱地 给我掖着背脚 一边在旁叙叙叨叨 医生说了 这小铲也等同坐月子 不能受一丁点凉 不然老了之后 就会这儿疼那儿疼 顾文修平时是一个 少言寡语的人 鲜少见她 能一次性说这么多 我望着头顶的灯 没看她 也没说话 顾文修健壮 问 是不是累了 那就闭上眼睛睡一觉 睡醒就会好很多 对了 要不要吃点东西 我叫刘妈煮了你平时 最爱喝的鲫鱼汤 听到鲫鱼汤 我下意识地看了她一眼 顾文修以为我要喝 高兴地打开保温盒 盛出一小碗 像是献宝一样 端到我的面前 闻着很香 你快尝尝看 她用勺子盛了一点 逼到我嘴边 我没有张口 她皱眉不解 怎么了 是不是闲烫 我吹吹 顾文修吹完 又递到了我的嘴边 一脸期待地看着我 她献下二十四孝 好老公的样子 曾是我做梦都求不来的 如今 我已经没什么感觉了 我平静开口 我对鱼虾过敏 你对鱼虾过敏 这怎么可能 我明明记得 记得顾文修说到一半 卡住了 她估计这会儿才真正想起 喜欢喝鲸鱼汤 喜欢吃大龙虾的 从来都是她那个小青梅宋染 每一次 只要有宋染在 饭桌上都是满满的海鲜 我除了只能吃米饭外 别无选择 宋染明知道我不能吃 却故意当着顾文修的面挑拨 桃兮姐姐 你怎么不吃菜啊 这么多好吃的 就没有一个和你胃口的吗 还是说 你怪我在这里打扰 你和文修哥哥的二人世界了 所以生气得吃不下饭呢 文修哥哥 要不我还是走吧 一开始 我还解释我对鱼虾过敏 啊 居然真的有人对海鲜过敏呢 宋染故作惊讶地捂着嘴 看我像怪物一样 她又委屈地看向顾文修 文修哥哥 怎么办 我喜欢吃的东西 桃兮姐姐 她竟然过敏 桃兮姐姐 她该不会 宋染后半句话没说完 顾文修却已经明白了她的意思 她以为我在故意针对宋染 拧着眉头 很不高兴地看向我 之前怎么没听你说 你对鱼虾过敏 天天是这个时候 之前 桃兮姐 要我说 过敏什么的都是假的 你主要是吃少了 你今天多吃点 我保证你以后就脱敏了 宋染打断了我的话 将一碗满满的海鲜汤 放在了我的面前 我全身都在抵抗 顾文修则是在旁敏了口咖啡后 掀起眼皮 静静看向我 宋染趁机激我 一口汤而已 就怕这怕呢 作为文修哥哥的妻子 往后多的是酒会宴席 桃兮姐姐 你这副畏首畏尾的样子 被人瞧了 丢的可不是你一个人的脸 为了当好顾文修的妻子 我喝了那碗海鲜汤 当晚 差点丢了一条命 对不起 我忘了 顾文修可能想起那次的事情 连忙收起了鱼汤 你想吃什么 我马上让刘妈做 我侧过身 不再跟他说一句话 顾文修站在背后看着我 眼底闪过一丝不安的慌乱 具体慌乱什么 可能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顾文修不愿离开 自以为是的提出我感兴趣的事情 婚礼的事情 我已经让人再安排了 你觉得下个月的时候怎么样 三年前 我与顾文修领证结婚 那时没办婚礼 是因为顾文修的爷爷突然去世 守校过后 顾文修又忙事业 婚礼的事情 一拖再拖 我知道 时间有点匆忙 但西西你放心 我答应会给你盛大的婚礼 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顾文修还在继续说 试图让我能回应他一两句 但我听他的话 却像是听催眠曲一样 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 房间里没了顾文修 却反而多了宋染 宋染穿着病号服 宽大的病号服 显得他身量较小纤细 再加上刻意化的憔悴妆容 任谁见了 不都是一句我见有脸 陶西 真没想到你命真大 这都搞不死你 没了顾文修在 宋染也不再装了 我一点也不惊讶宋染的改变 平静问他 你什么意思 宋染见我一脸茫然 冷笑一声 陶西 你是真蠢还是假蠢 你该不会当真以为 我真的需要你的血救命吧 我隐隐猜到了什么 但还是在配合着宋染 你到底想说什么 泽泽 没想到你是真蠢啊 宋染似乎决定了我的智商 用颇为失望的眼神看着我 像你这种蠢货 怎么能配得上文修哥哥呢 我实话告诉你吧 其实我并没有从山上摔下来 也没有失血过多 更不需要你的血 我装作很震惊的样子 你说什么 可医生明明说你失血过多 快要死了 哼 知道世上有一个东西叫做钱吗 钱可以使鬼推磨 自然也可以买通一切 所以 你根本没有一点事情 你做这一切 就是想要拿掉我肚子里的孩子 提到孩子 我的眼泪不受控地飙了出来 宋染见我哭 有种大获全胜的感觉 没错 我绝对不允许 除了我之外的女人 生下文修哥哥的孩子 说着 她的脸朝我凑近了许多 想生文修哥哥的孩子 下辈子吧 啪 我使出全身的力气 给了宋染一巴掌 她吃力 顺势跌坐在了地上 然后捂着脸 桃熹姐姐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是我害了你没孩子 要打你就打死我吧 正有此意 刚来的顾文修 透过门缝 看到这一幕 立马推开门 大步冲了进来 桃熹 你干什么 顾文修一把抓住我的手 目目远征地看着我 你有什么怨气 冲我来 别为难她 宋染抓着顾文修的裤脚 泪眼婆娑 文修哥哥 都是我不好 我不该去爬山 不该发生意外 不该失血过多 不然桃熹姐姐 也不会为了救我 拿掉了孩子 呜呜 文修哥哥 你就让桃熹姐姐 打死我吧 顾文修连忙 扶起地上的宋染 这件事 你不用自责 宋染哭得上气 不接下气 文修哥哥 可是 桃熹姐的孩子 因为我没了 为了减少 宋染的愧疚感 顾文修说 其实是因为我和你 桃熹姐要准备婚礼了 怕到时候 你桃熹姐肚子大了 穿婚纱不好看 所以我们才把孩子给拿了 反正以后 孩子会有的 提到孩子 顾文修或许心虚了 她根本不敢看我 桃熹 你说对吧 我没吭声 宋染却趁着顾文修不注意 冲我挑衅地笑了笑 转瞬 就故作虚弱地 晕倒在了顾文修的怀里 顾文修抱起宋染 慌张地去找了医生 我打开窗户通了通风 转身将放在柜子上的手机拿起 将上面的录音点了暂停 打包好 给律师发了过去 顾文修在返回病房时 我已经离开 我已经离开回了家 你回来 怎么不和我说一声 你知道不知道 我找你都找疯了 顾文修回来后 看到我好好地躺在床上 压不住的怨气 还有你的手机是摆什么 打了十几个 电话你也不接 难道 你不知道 我会担心你吗 我平静地看了他一眼 人不知踪影 电话不接 不是他常对我做的事了吗 怎么现在换成他 就受不了了呢 我什么也没说的 拿起一旁的眼罩戴上 顾文修突然用力 扯掉我的眼罩 陶西 你到底有什么不满 你就直接说 非要这样对我吗 我被迫睁开眼看向他 我知道 你因为孩子没了难过 但孩子又不是你一个人的 孩子没了 我也很难过呀 可我有说什么吗 顾文修哄人哄得自己都信了 眼睛红了一圈 我依旧很平静地看着他 见我不喜不怒的样子 顾文修突然感觉 心里有些发紧 好像只要他一松手 就会有什么东西 会从他手中溜走般 他单膝跪了下来 拉起我的手亲了亲 淘息 我们还年轻 孩子以后还会有的 对了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婚礼的酒店 地址我已经选好了 就是你当初想去的那个香格里拉酒店 另外 婚纱我也找人订好了 款式也是你收藏的那一个 明天就叫人送到家里来给你试 原以为顾文修什么都不知道 其实他都知道啊 顾文修一脸期待地看着我 我则是一脸平静地将手抽了回来 我累了 要睡了 翻身 背了过去 顾文修看着我 愣证在了原地 这么安静的我 让他有些无所适从 他的不安只是短暂的 很快送人一个电话 就叫走了他 这一晚 顾文修没有回来 但他定制的婚纱 一大早就被送了过来 我只是看了一眼 就让人拿去烧了 烧得正起尽时 顾文修回来了 陶西 你在烧什么 我没回他 旁边的刘妈替我说道 先生 是婚纱 婚纱 陶西 你把婚纱烧了 顾文修声音不受控地 拔高了许多 气氛微妙 刘妈自动走开 我欣赏着火苗越烧越大 一旁的顾文修 积压在心中的怒火 也是越来越多 他扯过我的胳膊 强行让我看着他 陶西 你知不知道这条裙子是我花了一千万 请得法国团队连夜赶制出来的 你为什么要烧掉它 给我一个理由 顾文修紧紧地盯着我 生怕错过我脸上的任何一个表情 理由 从何说起呢 我不想去想那些一点一点击溃我的理由 我直接回了他婚纱本身的问题 裙子有瑕疵 因为我是这件婚纱的原设计师 设计这件婚纱时 我才十八岁 那时天真烂漫地以为自己能当上婚纱设计师 以后穿着自己设计的婚纱嫁给心爱的男人 后来随着顾文修一次次推迟婚礼 这件原图也被我放进收藏家里吃灰 今天看到这件婚纱 真实地出现在眼前时 我的感受很平静 哦 原来是这样 听见我这么说 顾文修紧绷的那根线 松了 他好像在害怕我说出一些 让他难以接受的消息 没事 我让他们重新做 只要加班加点 一定会在我们婚礼之前 把婚纱赶制出来 这两天听着 他总把婚礼挂在嘴边 我忍不住问道 你很期待这场婚礼吗 顾文修见我主动和他讲话 脸上露出笑容 我当然期待了 西西 难道你不期待吗 我期待吗 一想到在婚礼上我要做的事 我点了点头 期待 见我点头 顾文修更加兴奋了 西西 等婚礼结束后 我就带你去马尔代夫去度蜜月 还有冰岛 还有 顾文修的话还没说完 宋染又给他打来了电话 电话里 宋染哭着说 文修哥哥 我们的宝宝死了 呜呜 听着宋染的哭声 顾文修心头一紧 什么 宝宝死了 宝宝 宋染和顾文修一起养的狗 对 我刚给他吃了 陶西姐姐上次送来的狗粮 他就突然 突然死掉了 听见我的名字 顾文修猛地看向我 陶西 你在狗粮里放了什么 他用力地抓起我的手 强托着我出了门 来到宋染家 我一出现 宋染就扑了上来 陶西姐姐 你对我有仇 有什么恨 你可以直接冲我来呀 你为什么要下毒害死我的宝宝 顾文修抱住了他 才避免宋染的巴掌 落在我的脸上 陶西 你说清楚 宝宝到底是不是你害的 迎上顾文修质问的眼神 我回他 不是 你说谎 宋染指着我 歇斯底里 宝宝就是吃了你买的狗粮 才死的 你这个杀狗凶手 相比情绪激动的宋染 我淡然地瞥了一眼 地上那团没了生机的奶狗 如果他还活着 应该还蛮可爱的吧 文修哥哥 你看他不说话了 他承认了 宋染见我不说话 继续输出 抓着顾文修 一个劲地喊着 文修哥哥 我们宝宝死得好可怜 你可要为我们宝宝做主啊 在我和宋染之间 顾文修向来天坦宋染 他习惯性地站在他那边 审判我 陶西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一条狗他得罪你什么了 还是说 你心肠恶毒 连一条狗也容忍不了 上一秒 还期待和我举办婚礼的男人 下一秒 张口就骂我恶毒 我深吸了口气 拿出原本打算 在婚礼上播放的录音 顾文修 希望你听完这些后 还将你的狗儿子 视如己出 短短十几秒的录音 对顾文修来说 像是十几个世纪 那般漫长 他转头看向宋染 难以置信 宋染 这些都是真的吗 宋染完全没想到 我会录音 先是一愣 接着立马否认 不是的 文修哥哥 这些话不是我说的 顾文修只是愣愣地看着他 宋染慌了 文修哥哥 你要相信我 那天我浑身是血的样子 你也看到了 这怎么可能是假的呢 陶西他手里的录音是假的 是人工合成的 他就是为了报复我 顾文修听了宋染的话 又看向了我 我回他一个冷笑 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我无需去证明 这个录音的真假 只要顾文修他自己愿意 真假的他自然能搞明白 只是从今天起 宋染在顾文修这里 再也没有百分之百的信任 这样宋染会继续发狂 发颠 到时候就可以继续我的计划了 回到家时 张律师已经在等我了 我将签好字的离婚协议书留下 将关于我的东西统统带走 带不走的 我让人拉到垃圾厂给处理了 顾文修摆脱宋染再回来时 家里已经不见了陶希 留给她的是一份离婚协议书 一旁的刘妈简单地向她描述了 陶希回来后所做的场景 文言 顾文修咬紧牙关 开始给陶希打电话 她已经被拉黑了 消息也被拒收了 刘妈 把你手机给我 顾文修要来了刘妈的手机 再次拨出了陶希的电话 这次 电话接听了 传来陶希冷清的嗓音 喂 刘妈 陶希的声音传出的那一刻 顾文修哽咽了一下 是我 你在哪儿 听出顾文修声音那一刻 我瞬间把电话掐断了 并把刘妈的手机号也一并拉黑 翻了个身 继续睡 休息了几日 我的身体也渐渐恢复 同时 顾文修身边的助理 也给我发来了关于顾文修最新动态 宋燃有一句话没说错 有钱可以买到一切 根据顾文修助理发来的消息 我约莫着时间差不多了 点开了家里的监控 这是我离开时装的针孔摄像头 监控画面打开的一瞬间 果不其然 看到宋燃一身狼狈地站在顾修文面前 文修哥哥 你能不能听我解释 文修哥哥 你别不理我 我可以解释的 宋燃见顾文修不理他 赶忙上前抓住他 顾文修却像是被什么脏东西碰到一样 猛地推开了宋燃 宋燃一下子跌坐在了地上 瞬间飙泪 文修哥哥 你推我 你居然推我 宋燃哭的声音又尖又细 顾文修第一次用嫌恶的眼神看向宋燃 够了 你给我闭嘴 宋燃何时见过顾文修发这么大的火 吓得嘴巴一下子闭上了 四周一下子安静了 顾文修抓起桌子上的一摞文件 猛地朝宋燃的脸上砸去 你口口声声让我信你 你自己看看 你都做了什么 宋燃连忙去捡落在地上的文件 每看一页 他的脸色就白了一寸 这 怎么可能 我明明已经让人销毁了 宋燃自以为买通了一切 可他低估了人性的贪婪 那个帮他做假的医生 为了从宋燃这里捞更多的钱 并没有销毁证据 在我双重威逼力诱下 这个医生吐了干净 但我并没有直接拿走证据 甩在顾文修脸上 我等的就是让顾文修自己去查 我不赌他对我有几分良心 只赌他这个人 他向来自负 最讨厌欺骗 果然 他没有让我失望 顾文修心红着双眼 咬着牙 宋燃 你跟在我身边这么多年 最应该知道 我最讨厌被欺骗 你简直是在找死 目不可遏的顾文修 一把掐住了宋燃的脖子 原以为 宋燃这个小青梅 在他心里有多特别呢 也不过如此 宋燃被顾文修暴力的模样吓傻了 文修哥哥 我这么做都是因为我爱你呀 顾文修冷笑 爱我 爱我 就逼得我打掉我自己的孩子 这就是你所谓的爱 宋燃疯狂地摇头 不是的 文修哥哥 你听我说 桃西那个蠢女人 她根本配不上你 她不配给你生孩子 而且 你不是讨厌她吗 我只是在帮你摆脱她呀 顾文修一愣 我什么时候说我讨厌她了 文修哥哥 如果你不讨厌她 那你为什么要逼她吃海鲜 如果你是不讨厌她 为什么你总在大家面前给她难堪 如果你不是讨厌她 为什么半夜我一个电话 你就来了 宋燃的话勾起了顾文修的记忆 或许是难以让人接受的真相 又或是她心虚了 她冲宋燃吼了一声 闭嘴 宋燃没闭嘴 反而继续天真道 文修哥哥 其实你根本不喜欢桃西 你是喜欢我的 对不对 触碰到宋燃渴望的眼神 顾文修像是碰到了什么恶心的东西 猛地松开了手 滚 我以后再也不想看到你了 宋燃不想走 但赶来的保安 却将她驱逐了出去 没有顾文修的命令 宋燃再也进不了顾家 宋燃不死心 徘徊在顾家别墅外 直到她看到我发在朋友圈的定位 她才愤怒地转身离开 没错 我拉黑了所有与顾文修有关的人 但唯独 宋燃我没有拉黑她 放下手机后 我起身走到落地窗前 此刻山顶下雪了 风景正美 宋燃来的话 有福了 陶西 你给我滚出来 此时 我正在后山堆雪人 宋燃上来就是一脚 将我堆好的雪人 给踹翻在地 我也不恼 笑盈盈地指着雪人 跟宋燃说 你知道我堆的是谁吗 宋燃冷哼 关我屁事 堆的是你 只可惜你一脚踢掉了她的头 死相凄惨 我故作害怕的样子 你在咒我 宋燃恼地上前想打我 以前建顾文修重视她 我自然也会礼让三分 可今天 我不会再让她了 娇气的大小街 除了有唬人的气势外 什么也没有了 她仰起的手 被我轻松捏在手里 我顺势一巴掌 就给她扇了回去 宋燃捂着脸 不可置信 你敢打我 我又是一巴掌给了过去 突然发现 扇人巴掌 是会上瘾的 接连下去了四五个巴掌 宋燃看我的眼神 老实了不少 她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几步 陶西 我警告你 你别过来啊 我抽出帕子 擦了擦打过宋燃的手 宋大小街 这么着急忙慌地来找我 是有什么事情 要和我说吗 被我提醒 宋燃才想起她找我的目的 看我的眼神 变得阴狠毒辣 陶西 是不是你在背后搞的鬼 你以为你挑拨了 我和文修哥哥的关系 文修哥哥 他就会爱你吗 如果在以前 我一定会因为宋燃一句 你以为文修哥哥娶你 就是爱你 而彻夜难免 现在 我只觉得他的爱 令人恶心 见我沉默 宋燃以为他 再次拿捏住了我的情绪 陶西 就算你把所有证据 摆到文修哥哥面前 又怎么样 他是生气 他是脑 不过那都是因为他讨厌被欺骗 他从始至终都不是因为你 文修哥哥 他不在乎你 更不会在乎你肚子里的孩子 宋燃洋洋得意地看着我 按照他的预想 我在听了这些话后 会生气 会失控 但我没有 我只是静静地听着他说 在他最得意的时候 淡淡问他一句 宋燃 顾文修有说过 他爱你吗 宋燃像是听到天大笑话一般 冲我喊道 文修哥哥 他当然爱我了 然后他努力回想顾文修爱他的痕迹 装装渐渐 他明明感受到了顾文修对他的喜欢 可仔细回想起来 却犹如泡沫 宋燃沉浸在那些荒芜的泡沫里 喃喃自语 文修哥哥 他是爱我的 没错 他肯定是爱我的 我站在一旁忍不住冷笑 顾文修这个人 谁也不爱 他只爱自己 不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出现 只要没有你 文修哥哥 他就会爱我一个人的 宋燃突然抬头看向我 一双发红的眼睛充满了杀意 陶西 只要今天你死在这儿 往后文修哥哥 就是我一个人了 宋燃大概是想到我死后的场景 忍不住地颠笑起来 看着宋燃那扭曲的表情 我知道我已经成功地激怒了他 随着宋燃一步一步靠近 我一点点地往后退 还要装作很害怕的样子 宋燃 你要干什么 你别过来 再过来 后面就是悬崖了 悬崖好啊 这样你掉下去后 死了也与我无关 宋燃猛地朝我扑了过来 我被宋燃扑倒在地 宋燃一下子骑在我的身上 双手掐住了我的脖子 陶西 如果当初没有你 嫁给文修哥哥的人就是我了 我这辈子的不幸 都是你造成的 你给我去死 他使出了全身力气 我快呼吸不上来了 两眼开始泛黑 西西 这时顾文修赶来了 看到眼前这一幕 他用力一把将宋燃掀开在地 抱起地上我的 西西 你快醒醒啊 被顾文修摇晃了几下 我用力睁开了双眼 虚弱地对他说道 文修 你终于来了 西西 我来了 你别怕 说着 顾文修就要 扶着我离开 文修哥哥 文修哥哥 被推开的宋燃 没想到顾文修突然会出现 他当然想不到了 在宋燃来找我的路上 我故意将顾文修 从黑名单里放了出来 他自然也能看到 我发的定位 找过来 宋燃 你放开 顾文修恼怒地看向宋燃 宋燃从后面死死地抱住顾文修 文修哥哥 我不放手 文修哥哥 你知道吗 我从小就喜欢你 喜欢你这么多年了 你就一点感觉也没有吗 宋燃带着哭腔肃情 顾文修一脸烦躁 宋燃则继续说道 文修哥哥 我知道 当初你娶桃兮 是因为顾爷爷逼你娶的 现在顾爷爷没了 你不用再忍受这段痛苦的婚姻了 顾文修掰开宋燃的手 转身看向他 谁说我娶兮兮 是被逼的 他的否认让宋燃有点不知所措 我明明记得 我明明记得三年前 你结婚前一晚 你喝多了 你对我说是顾爷爷逼你的 就是被重提 顾文修下意识看了我一眼 我那都是气话 因为我以为 希希她不是心甘情愿嫁给我的 希希 你留在家里的日记本我都看了 我才发现 这些年 我错得好离谱 误会你喜欢别人 原来你高中那会暗恋的人 就是我 日记本 上学时 我爱写日记 在日记里 我写尽了对顾文修的爱意 没想到 我都快要忘了的事情 居然被顾文修翻出来了 没事 我装作很理解他的样子 你现在知道了 也不晚 希希 我发誓 我以后会好好爱你 护你 不让你受半点委屈 我们不要离婚 好不好 我装作羞涩的样子 没有回应 但我们两个人的四目相对 落在宋染眼里 却十分刺眼 他尖叫道 不 这不是真的 文修哥哥 难道这些年 你一点都没有爱过我吗 顾文修像是笃定了 要对我坦白心意 也要彻底和宋染划清界限 对 没错 我从来没有爱过你 宋染 我一直把你当妹妹而已 我这辈子爱的 且唯一爱的女人 是桃希 这种迟来的深情告白 给狗 狗都不要 可这却挑断了宋染最后一根弦 他像疯狗一样 朝顾文修扑了过来 嘴里喊着 文修哥哥 不是这样的 你一定是爱我的 都怪桃希这个贱女人 没有她 我们之间也不会这样 我要杀了她 顾文修难得有片刻人性 为了不让宋染伤到我 她刻意将我推远了出去 我一转身回头 只见宋染整个人踩在了悬崖边 而她手里死死地拽着顾文修 文修哥哥 求求你和我在一起吧 冷风中 宋染还在为爱挣扎 顾文修烦不胜烦地想推开她 可这一推 就是万丈悬崖 宋染掉下去时 她是抓着顾文修的 因此 顾文修也跟着掉了下去 人掉下去 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连个回音也没有 我拢了拢身上的大衣 朝着悬崖边探了探 只感受到牙底的风往上吹 宝宝 是你吗 看见了吗 坏人都死了 搜救队 在牙底找了两天两夜 才找到了宋染和顾文修 不过 宋染的是尸体 顾文修却还有一口气 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 再出来 被确诊成了植物人 顾氏集团总裁和宋氏千金 双双出了意外 必然要追究原因 不少人猜测 是我这个正妻出的手 当舆论达到顶峰时 网上流出了一段监控视频 宋染和顾文修 是因为在发生争执过程中 失足跌落 与我这个正妻无关 后面接着 宋染和顾文修的各种丑闻频出 导致宋家和顾家的股市大跌 不少人开始同情我这个正妻 纷纷要求我开个直播 聊一聊豪门贵妇的心酸 哪怕带货也没有关系 笑话 我跟顾文修这个婚还没理 偌大的故事还等着我去打理 哪里有时间去带货 顾文修准备的那场婚礼 我并没有取消 而是如约举行 毕竟到场的人都非富即贵 都是人脉 但它已经不是婚礼了 而是我个人的生殖加薪宴 往后我所走的路皆是坦途 不如 我认为是乱曦